有人提了一个有趣的问题 地球上有没有人看到过四维物体的三维投影 一般搞科普的可能都会告诉你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然后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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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搞得云里雾里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 你能看到的所有物体 包括你自己都是四维物体的三维投影 你时时刻刻看到的都是四维物体的三维投影 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四维的 只是我们的眼睛 暂时只能看到三维 但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能会通过某种方式改造自己 看到真正的四维世界 是不是脑洞太大了 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扒一扒 你看看有没有道理 点是零维 线是一维 平面是二维 立方体是三维 你可以记住这个简单的概念 过一个点可以做几条垂直线 空间就是几维的 零维空间做一条垂直线 就是一维 一维做一条垂直线 就是二维 二维再做一条 就是三维 三维空间过任何一点都可以做三条垂直线 通常以坐标xyz来表示物体的空间性质 可以简略的用长宽高来描述 那么三维如何做垂直线到四维呢 实际不用做 也做不了 或者说不做 它也在那儿 只是我们的眼睛无法看到 这是世界的本源属性 它就是时间 一块石头的第四维垂直线 就是它从形成到最后分化完 所经历的时间 一只鸡的四维垂直线 就是它从孵出到被杀死吃掉 所经历过的时间 你的四维垂直线 就是你从出生到死亡 被火化或微生物分解 所经历过的时间 换句话说 三维物体的四维垂直线 就是它一生经历的时间 当然这是现实世界的四维时空 是真实存在的 在数学上还有一个四维空间的概念 是在三维空间上 再做一条类似长宽高的垂直线 完全是一个数学概念 没有人能证明这种四维空间的现实存在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它了 但你可能非常执着 你既然说现实时空的四维垂直线 是真实存在的 那我就非得看到它 我才相信 你有什么办法吗 好吧 是你在逼我放大招 我现在就告诉你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 比如你想看自己的四维垂直线 你要怎么看呢 你可以直接拿出手机 拍下自己的视频 再在屏幕上放出来就行了 这时候你就把自己降成了二维 四维垂直线就变成了 你在屏幕上的运动轨迹 四维垂直线它其实有个科学名词 叫做世界线 也就是物体在思维时空中的运动轨迹 是德国数学家赫尔曼 敏科夫斯基 也就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在1908年提出的 当然这个运动轨迹 你还是只能在脑子里想象 你如果想实实在在看到的话 我还可以教你一个办法 你只需把视频的每一张图像都截图下来 然后通过软件堆占到一张图片上 你就能真正看到自己的世界线了 只是这个世界线已经失去了很多信息 比如你只能看到自己在二维世界的投影 那么要如何才能看到四维物体的世界线 也就是四维物体在三维世界的投影呢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短暂的看到 或者说你看到的所有东西 实际都是四维物体的世界线 只是极短极短的一段 这是因为一种叫做视觉占流的现象 当光线打在我们的视网膜上 产生光信号并停止作用后 视网膜上仍然能够保留一段时间的影像 这是因为视神经的反应有一定的速度 这段时间大约在0.1到0.4秒左右 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影像消失后 眼睛仍会保持0.1秒到0.4秒左右的图像 那么这段时间你看到的 实际就相当于是物体的一小段世界线了 只是我们早已习惯不觉得有什么异常 但如果你在黑暗环境中看蜡烛的移动 就可能会觉得有拖影 或者你用照相机的漫块能照相 你会看到明显的拖影 这也相当于是物体的世界线 现在就是最脑洞的来了 我们来假设啊 人眼的这个视觉占流 假如不是0.1秒到0.4秒 而是一秒钟会怎样 你看到的将不再是一个清晰的人影 而是当前影像后面拖着的一长串影像 博尔特每秒可以跑10米 你看到的就是博尔特的影像 和后面10米长的影子 那么视觉占流是10秒100秒1000秒呢 这意味着你可以看到 从此刻到10秒100秒1000秒前的所有影像 当然我们的大脑可能没有如此大的算力 来处理这些图像 所以只保留了0.1秒到0.4秒的视觉占流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再进一步的假设 如果我们眼睛的视觉占流时间是100年 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看到一个人一生的世界线了 你可能会觉得不可能啊 完全不可能 那么你见过监控摄像机吗 它拍摄的影像实际也相当于是一段世界线 它的硬盘大小决定了它的视觉占流有多久 如果有一个非常大的硬盘 当然可以录下一个人一生的世界线 事实上从你出生开始照的照片拍的视频 不就是你世界线的一部分是你在视为时空的投影吗 我们再来一个终极的假设 未来马斯克的脑机接口成功了 人脑和电脑可以连在一起 具有极为强悍的算力了 是不是就可以通过基因改造 把人眼的视觉占流延长到10秒 100秒1000秒 那时候会发生些什么呢 至少谋杀案会很快就破案了 当然道高一词磨高一丈 杀人犯恐怕也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了 人眼视觉占流延长 还会发生些什么奇妙的事情呢 相信经常看我节目的朋友脑洞都很大 我就不再多说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期讨论 我是徐德文 传播最新最前沿最有趣的科学 欢迎朋友们关注订阅点赞收藏转发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